那他要给我钱 我就真的我拜托他 我求求你不要给我钱 我一直都没有答应 说我会接受他 就是知心这件事情 然后他心里面就觉得说 不行 他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承诺 他很怕说我跑掉 我说好 那我收你一块钱 在旁边的人 就到处要找一块钱 找不到一块钱 他就说一块钱那么小 你要不要十块钱好吧 我说我不要 我要收我就收你一块钱 所以他就去找了一块钱 然后他就到处去找笔 在那个一块钱上面写 郭台铭 然后写完以后 他就说这样不行啊 我只签我自己的字啊 他又把我的赖配侠写在上面 就是这个就是 我跟郭台铭先生我们的结缘 这个故事 我下一次我看看我能不能够 因为现在不在不在这里 当初他找我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他要他要请我 然后他知道我如果一旦投入了之后 我会有很多的时间会就是要跟他一起工作 那他觉得说对我要有一个承诺 就是对我 他竟然找我来 他就必须要好像要请我这样 要找我 要给我薪水 我就跟他讲说 让我来做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荣幸 那他要给我钱 我就真的 我拜托他 我说我求求你 你不要给我钱 我一直都没有答应说 我会接受他就是 知心这件事情 然后他他心里面就觉得说 不行 他觉得好像没有一个承诺 他很怕说我跑掉 我说好 那我收你一块钱 在旁边的人就到处要找一块钱 找不到一块钱 他就说一块钱那么小 你要不要十块钱好吧 我说我不要 我要收我就收你一块钱 旁边的人说 拜托好吧 你让他写一张支票 还比较快一点 我说我不要 我就是要一块钱 所以他就 他就去找了一块钱 然后他就到处去找笔 在那个一块钱上面写 郭台铭 然后写完以后 他就说 这样不行啊 我只签我自己的字啊 他又 又把我的赖配侠写在上面 然后写到一半的时候 他就说 你的笔画怎么那么多了 这件事情 是我跟他最早结的缘 当作是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承诺 也算是 呀 就一切就从那边开始的 OK 我还特别把它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了 让你们这样看 看得清不清楚 就是上面 有他 有点难 难 就是还有日期 还有日期 所以 这个就是我跟 我跟郭台铭先生 我们的结缘 我们的结缘 我跟郭台铭先生 那我跟郭台铭先生 对我说